第一个的重点应该是director的profile 公司的董事局的成员 因为公司的董事局就是我们俗称的管理层 当然它这边也会有senior management but这里面的董事局就是手握最后决定权的那帮人 公司发展方向啊 做对决定还是做错决定啊 最后都是这些director负责的 所以什么人在run你的company 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解得到 这个就是你的partner 你明白吗 CEO啊 managing director啊 都变成了你的partner 甚至你是老板之一啊 如果那个CEO是请回来的 他没有拿住股份的啊 那个CEO就是你的打工仔来的 你知道吗 所以公司请了什么人来做 我们这边看一看了 你看Rick Trucks里面的董事局 他就会一个一个介绍 OK Profile of Directors so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马来西亚人还是外国人 有些什么样的过去的工作经验之类的 所以你们就可以看一看 对不对 这个了解你的管理层的background 了解你的管理层的能力 他是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年的这个 相关经验啊 有帮助的 好吗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啊 director的profile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比如他的一些chairman 他的主席可能会在外面请一些财经界或者政经界 就是政治跟这个财经界的一些名人来担当啊 这样子也有可能对吗 好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亚洲航空X 他的chairman就是我们的前贸工部长Azizid Rafita Azizid OK so我们的大马教育所的这个CEO退休过后 也去担任别人的公司的主席将士 好 我们直接来 最重点之中的重点 每一份联报里面 一定一定要看的 就是这个地方 chairman statement and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这个是作为股东 关心公司的发展 最需要看的部分 这个主席的话 就是好像巴菲特啊 每一年他的联报 巴菲特的公司 都会有一个 自股东的信的嘛 对不对 lettered to the shareholder 就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chairman statement 其实就是letters from the chairman to所有的股东 但是因为公司的主席 不一定是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的 所以呢 后来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交易所这边呢 就要求上市公司的联报 这个也是在几年前才开始改变的 OK 没记错的话 1516年之后吧 开始你就看到 就是说 以前的公司联报呢 没有这个management discussion的 没有展开来讲解公司的发展状况的 所以以前有些公司的联报呢 他就很懒惰 然后给的资讯呢 就很有限 就妨碍了我们这些小股东呢 或者投资者呢去研究 但是与时并进我们的交易所呢 就要求这些公司呢 你不能够这么懒了 你必须要披露更多的information 所以现在所有的公司呢 他才会统一有这个管理层的讨论 就是这里可能是managing director 可能是CEO给股东们的这个汇报了 你看啊 这边他还具体分开 包括有financial performance OK 财务数据表现 product innovation 我们的产品的创新方面 营运方面 R&D方面 他的研发方面做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边你看business strategies 公司的战略是怎么样的 接下来他打算怎么样发展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有讲到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你问我老师年报要看哪里 就是这里一定要看 这里面绝对不能够偷懒 如果你如果你这些地方都偷懒的话 那你又要在股市里面赚钱 那你就很矛盾的 对吗 如果你买太多的股票 如果你买几十个上市公司的股票 我就问回你 你有没有本事看几十个公司的年报啊 如果你一年都看不到一本书 我们刚刚开玩笑跟大家讲 你一年一本书都不看了 现在你买三十个股票 二十个股票 每年你会看二十份公司的财包 我才不相信你 所以你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投资者 你一定是一个 buy and sell buy and sell就算了 所以你就不是在真正的参与公司的生意 没有那个主人翁的精神了 同学们明白吗 所以你能够有多少的精力去看年报 关心公司的发展 keep着每个季度的update so你就去买多少个公司的股票 so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会发现 自己的手上的股票 其实买的太散了 买的太多股票 买的太散 是很多人的通病来的 别担心 除了你还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以前也是过来人 so我在这边呢 并不是责怪你同学们 但是我就告诉你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买的很散乱的话 倒转来讲 其实你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就说如果你将这些子弹 好好的用在一些真正值得你买下去的股票上面 你的股票投资的表现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可能性 ok so你是可以改变的 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做出这个改变罢了 so当然了 如果在这个地方我要植入广告的话 就会叫你如果你要改变的话 你就来上课了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决定做一个非常清高的股票老师 我就不在这边植入广告了 ok 好 否则的话同学们又会给生气脸的 不能卖广告 只能讲课 ok 好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看 就刚刚这么重点的这个部分 For Week Tracks 他的老板跟你们讲的是什么东西 你看 哦 你还可以看到公司的董事 董事费用是多少了 对吗 Remination 这些公司的董事们 如果将公司打理的很赚钱 给你们股东分很多的股息 so他们拿高的薪水呢 就合情合理了 但如果你公司经营的不好 他的董事费用很诡高的话 哇 那你就要去股东大会 对吧 发泄一下你的不满 对吧 ok 还有一点讲起这个股东大会的话 接下来 因为suppose呢 一般情况 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 他们在4月30号公布了年报过后的下一个月 5到6月份呢 就会是开股东大会的高峰期的 一般上都是年报出了之后一个月两个月就要开股东大会的了 那今年我们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呢 肯定啊 现在你看连我们的行动管制 就是半行动管制状态呢 都延迟到6月9号 所以很多公司的这个股东大会呢 either就delay either他们应该要改成网上面进行 所以我是乐意看到这个改变的 好像你看巴菲特刚刚5月第一个星期 他们的股东大会都换成网上面了 所以如果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也开始变成网上面做这个股东大会的话呢 我觉得是给投资者们呢一个好的机会 就有时候啊 好像好像刚刚我们看了这个 WeekTrox它的总部在槟城 所以你要去股东大会的话 你就要去槟城参加 所以吉隆坡啊 南马地区 东马地区的投资者就很不方便的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日后改成网上面开股东大会 我觉得对股东们呢 就减少了这个远距离travel的这个不方便 如果日后能够经常有网上面的 或者同时你会有offline的 也会有online的股东大会的话 我觉得会好了啊 OK 那今年就毫无疑问会有很多公司 应该会考虑这个online的这个股东大会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同学们你们也可以online参加你关心的 就是你有他的股票才可以的啊 对不对 或者如果你没有他的股票的话 你就要去拿proxy form 如果你没有那个上市公司的股票 又想参与他的股东大会的话 怎么办呢 你就要找这个 有这个股票的人 让他appoint你 这边以前有一个proxy form啊 这边没有了啊 你就要找有这个股票的股东 让他appoint你 代替他去出席股东大会 啊 那至于怎么做的话 问你的remind写了啊 问你们的投资银行的remind写 OK so 这个就不是我的专长了 同学们 so 来 Retrox这边 刚刚的董事费用 嗯 好 你看这里就是管理层的讨论了 OK Financial Performance啊 这边会给你看ROE啦 哈 OK Product Ignoration 做了些什么样的研发 你看啊 这边 他告诉你 我们有什么新产品 New Product Release 啊 这些是 Vision测试的机器啊 这个我们就大部分人都看不懂的了 OK so没关系 我们由左准备 给大家看一看Cosper 啤酒大家总看得懂了吧 对不对 好 啤酒公司 啤酒 这个就很多图片了 这个很好看了 对吧 哇 多么的colorful啊 有些朋友一看到 哇 酒啊 很久没有喝 对吧 so 这些东西 哦 原来这些啤酒啊 很多朋友不知道的 哎呦 哦原来这个 Asaki啊 对吗 Cornok啊 哦 这些啤酒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corro啊 这个啤酒是 非常不幸的 的那个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 跟他撞名字 然后销量大跌 这个啤酒 太倒霉 对不对 啊 啊 OK 好 啊 原来这个 1664啊 还有这个 这个 啊 Apple 味的啤酒啊 对吧 哦原来这个全部都是under 啊 Cost 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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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打开年报才知道 OK so 在这里面我们也去 哎 对比一下啦 对吗 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是 呃 这个 IT company嘛 你看看这个 消费类的产品 他的table of content Cost for Malaysia group at a glance 对吗 简单介绍 然后他们的品牌的portfolio 他们有些什么牌子 他们的mouthstone 啊 brand highlight 啦 Chairman's addresses address 啊 so这个就是Chairman's statement 了 managing director message and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对吗 哎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就跳过去看看啊 32页 当然你会 也会看到 他的profile of directors 就是他会调换顺序 你看 他的管理团队的那个介绍 他也会有的 只是调换顺序罢了 我们现在就跳过来 32页这边 看看他的这个 呃 这个 生意的介绍啊 32页 这边要快一点点啊 啊 同学们就可以看到这边了 Chairman的message 告诉你啊 他们有没有推出 什么新的产品啊 他们的策略啊 马来西亚他们怎么打算 怎么发展啊 种种种种的 我们就回去刚刚的那个 还没有讲完的 Vick Chalk先了啊 OK 他的产品 好 下来呢 Operation 运作 哇 你看这个公司是 到处都透视出 有很强的 儒家文化的 这个 就是 我们华人的公司啊 很多华人的企业都会有很强的这个儒家的文化 受儒家心思想的影响的时候 你就在这个地方 哇 还连太极图都跑出来了 OK 中英结合啊 啊 这边 存货周转的天数 这个存货周转的天数 我们在之前的YouTube视频里面 我们在Live直播讲解过 YouTube视频也剪接好了啊 好 我们再来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一个图呢 是Vick Chalks这个公司非常骄傲的一个图来的 它的R&D的Expenditure 对比它的公司的营业额 就是说 公司是一个半导体的企业 有没有持续的投入资金去做研发 是影响到公司持续的竞争力 能不能够继续跟同行竞争 能不能够做出更加先进的产品 领导市场 所以 For IT Company呢 这个研发开销 占它的营业额的比例的数字呢 是我们会很关注的 好像很多人会知道 华为在这个方面的开销 就华为没有上市了 但是华为就用了很多 所以对比苹果跟小米 很多人就讲 小米的这个发展开销呢 就会研发开销呢 就会比较少 类似这样子的 也不是所有的IT的公司 办得体的公司 都会有胆量将这个数字收出来的 因为有些公司呢 它是投入比较少的 它也不好意思放出来 那么 For Rick Trucks呢 它就很骄傲的将它公司 每一年 你看深色的那条巴呢 就是它的营业额 浅色的这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R&D的开销 所以你看2019年 340million的revenue 314000万 那它就花了3700万 做这个研发开销 那占比例是11个percent OK 所以它就show给你看 我们最近这10年 每一年我们的这个研发的开销 都占我的营业额的10%以上 同学们注意啊 是营业额的10%啊 不是net profit的10%啊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340个million不是你的利润来的 OK 所以你的利润只有certain比例嘛 就要看你的这个 你看啊 Rick Trucks 2018年 它的net profit 是105个million 因为它的联报 2019年刚刚出炉啊 我的系统这边还没有update 通常是在一个星期里面update啊 所以我们看对比2018年 2018年 它做395个million的生意 然后它净赚105个million 但是它花了4500万 也就是说 它的net profit 差不多花了一半来做这个研发的 那这个呢 就是Rick Trucks 它保持自己的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了 for科技公司呢 R&D的投入 是你日后能不能够保持优势的一个关键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Rick Trucks 会修给股东看的 好吗 同学们 很有意思啊 OK 你看它还告诉你 我们的主要的R&D的breakthrough 我们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突破 so 如果这边有我们自己的 GrandPi的GIS的学生的话 我们高级班的学生的话 我们讲的 那个有没有引领行业的发展 有没有不断的突破 行内的一些技术难关 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当然 可能行内人士才能够搞得懂了 我们外行人士 还是需要借助一些行内人士的理解 OK Sales and Marketing OK 你看这里 它的产品卖去哪里 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 Mexico 美国 对吗 台湾地区 Geographical 不同的地域 它的销量分布 有没有过度依赖单一市场 这些情况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了 so 好 非常多的 这个 这个 这些图表 你看Market Segment 它的客户主要来自于哪一些行业 汽车工业 移动设备 电脑 通讯 so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Vision Testing的 Machine 是有供应给不同行业的 OK so 这个 很多这些方面的东西 你看 很详细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策略了 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事情 然后 Our Co-Business Strategy 2020查证年度 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事情 那这里我还没有详细看 因为它一定会有讲到 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 你看 这个是Outlook 展望 OK 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会怎么样怎么样 它就肯定有提到这些东西的了 你看 新型冠状病毒的图都来了 社会有怎么样啊 黑天鹅啊 这样子 好 这个就最重要的部分啊 那接下来呢 还有些什么东西呢 我看不见了 这个暗子